嗯 呛呛三人行哎呀 嘉惠你知道我对香港是非常有感情的 对吧 那么这个前一阵 我的港币很有感情 有感情 我现在对人民币更有感情 更有感情 我现在所以我现在在北京啊 我经常这个不是北望啊 南望香港 我竟然哎 前一阵我听到这么一件事就轰动了吗 就是这个在铜锣湾7月17号 你肯定知道吧 内地的一个游客 一个女的游客 在铜锣湾的一个药房 买了两只 你知道什么叫黑鬼油吗 徐老师 不知道 你光买印度神油了 黑鬼油 据说是能疏解肌肉酸痛 这黑鬼油 这女的呢 我只知道白花油 白花油 这女的喜欢黑鬼油 女的喜欢黑鬼油 她在网上看 一般这个黑鬼油 就不到两百块钱一瓶 那么然后呢 她就在这个店里 在药房里看到 这个标 有这个标价嘛 就是19800 那么她就觉得是198 就把卡拿过去 然后呢 店员就刷卡 开完发票 她一看 惊呆了 一万九千八一只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这个照片 这就是这个女游客 最后她拒绝付款 这就是黑黑鬼油 看 19800 警察到场 你再看下边 就是这种黑鬼油 你看 在一般香港的店里 注意到没有 198块钱一瓶 正常应该是198块钱一瓶 但是呢 这个药房玩的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呢 就是 我给你标19800啊 你要是知道的人 比如说你是香港本地人 那你知道 那就是 我就是198 一个点后边两瓶 就是198 但是碰见要宰你的 这个内地的肥羊来了吗 你你来了吗 好 我写 因为香港有一个规定 他不违法 就是明码 只要明码标价 只要明码标价 我没有骗你 我在上面写了19800 是你内地游客 你自己不注意看 你以为 你想当然以为是198 实际上就是198 但是你谁叫你想当然呢 然后你一刷卡 这个交易完成 报警吗 他拒绝付款 他电这个药房报的警 报警警察劝半天也没用 最后只能是 他还买了点别的东西 4万多 这女的气哄哄的就回去了 然后就现在 但是他向萧委会投诉 对对 现在萧委会介入 我听说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药房 虽然你没有违法 可是你这坏心思 谁都知道 对你这黑心肠 是吧 比那黑鬼游还黑呢 就是 那么最后就说 他可能也退 但是这个女游客 已经升回内地了 带着东西回去了 那么这个药房就承诺 就会通过信用卡 把这个钱给他 退回去 那你很难说他不违法 我请教过律师朋友 因为有一个 叫做合理期待 就说你按照 你跟寻常的情况 非常非常极端 不一样的 那就存在不合理 存在欺诈的可能性 那可能是民事诉讼 比方说 他就欺负游客 反正你走了 OK 或说你是土豪 你根本生气 你生气之后不管 假如你是 留在香港 跟他打官司 告他 他可能会要赔偿的 也要惩罚赔偿 比方说签约 这种事情通常出现在什么呢 娱乐界 比方说你现在签给一家经济公司 签了约 你也说 我合约写明这样子 你就签了 你就答应了 可是有另外的公司 要把你挖去了 他替你出面打官司 他曾经很多这种个案 他说这种条约不合理 比方说 邓文涛 每赚一百块钱 九十九块 归给马家辉 你只能拿一块 他就说这样不合理的 不合理在那种情况下签 一般行规是可能只要你五成 我说三成 我不能要百分之九十九 是可以打官司 是成立的 可以谈判 所以这种很明显 一九八零零通常就是说 我当然是期待一百九十八块 你不能说一万九九千八 他不一定不违法 可是是民事法 不是刑法 所以这个警察在这里处理 我觉得已经是不对了 这么明显的欺诈 警察还在帮他辩护 这个其实是欺负外面的人 我亲身碰到的事情 碰到的情况就不一样 我在纽约吧 一个酒店出来 我到很近的 就是中央公园的一个地方 跟我女儿要吃饭 出来呢 他叫不到输出车 走那又有点路 结果就有这种 就是三轮车踩的 那个三轮车 像油车一样 然后就上来招呼我 我说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他说很容易 我说多少钱 他说本来五块九毛九 现在我给你三块九毛九 我说这很便宜啊 我就上了车了 我说多少时间到 我还问他 我多少时间到 他五分钟 那我想差不多嘛 结果不是五分钟 赚了十五分钟 到了以后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大概 他路上一算 然后二十分钟 问我要七十块钱 因为他三块九毛九 是一分钟 哦 干 三块九毛九一分钟 然后我说我七十块钱 然后他有 他合法的 他有牌照 然后就叫警察来 他就打电话叫警察来 警察就前后的事情一问 然后跟他说 你有没有写清楚 你这个是每分钟 三块九毛九 然后他从那个 什么地下翻出一块牌子 他说你这块牌子 他上车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他说有没有个可能 他不知道你是 讲这是一分钟 还是总价 就是你有没有误导他 就是警察讲得很清楚的 就是说 我忘了 最后大概就二十块钱 就解决 就警察就是说 他也不是赚你三块钱 但是就是说是一个 他是有合法承认 但是警察 这个有个判断 你是敲诈人家吗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啊 你嘉辉说的这个 这个可能是上法庭的之后 咱们这个有的官司打 但是在当时 你比如说我这写了 一万九千八 没有小数点啊 你看见了 你刷了卡了 我就是他们 我不懂香港的交易 他们说就说 这香港这种资本主义交易 他有个特点 就是说 没有什么工价可言 对 只要我们两个 买方和卖方都同意 这个交易就成立 对吧 你甭管我卖十万 卖卖卖一万 我高兴卖你这么多 成立吗 没有 假如按照我律师朋友们的法律意见 中间这是有官司可以打 因为你 这不合理嘛 一九八 不能卖到一万九千八 对啊 那你难道坦白讲 你从一个角度看 那个药店已经不错了 假如是我 哎小姐 一万九千八百块一滴啊 一滴黑鬼 我不是一瓶啊 我说一下一瓶有几滴 江辉你讲的好 我跟你说啊 这最近在香港不是一桩了 四月十六号晚上 我跟你说 这更牛 这个江苏游客 纽先生在哪啊 就在尖沙嘴星光行 免税搭药坊 在那呢 他哎 你说现在挺爱买这个什么黑鬼油 还有一种叫黑马卡 我真不知道 这是油派啥用 据说就是输金活血啊 什么 就是那种玩意儿 就是黑马卡 你就更不知道了 黑马卡 我还是查了一下 不知道是南美的 还是非洲的一种 类似于号称人参 号称一那的什么 人参的这么一种药材 就买这个啊 这个纽先生 远大特大远年黑马卡 当时标价就写着2880 2880 那他以为是一斤2880 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 大概是怎么个价钱 他以为一斤2880 等到店员把这个马卡切片 出事单据的时候 才发现是一钱 一钱2880 然后他买下的马卡总价是46万元 对 46万元 当时拒绝付款 然后也是店员报警 因为店员理直气壮啊 这报警 报警完了之后 警方协调 他以5万港元 最后就是说怎么怎么说 警方就中庸了一下 5万港元买下了四两半 四两半这个马卡 那平均每一钱 就这一钱 就也是按照1100块 1100算的 高出正常价格几十倍 这也是在香港发生的事 因为他那个人没有选择 因为啊 指东说的对 那警察有时候中间 他甚至可以不理了 因为按照香港法律 你就买了嘛 你同意付钱嘛 那你要打官司可以 警察帮商家的 我觉得他们 他们是帮商家的 为什么 警察不帮消费者 不帮消费者 是吗 不会吗 不会 碰到过 遇到过很多 因为假如他不帮消费者 不会出现在中间协调 因为警察也明白 你消费者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 你那个不付钱 变成说 当然帮商家 现在是商家报警啊 我说你买的东西 吃八王 大王餐 大王餐嘛 对对对 那我就抓你去警察局 你是游客 很麻烦 第二个呢 也同样更麻烦 就是说 好 你楼下来跟他打官司吧 你楼下来 请律师来告他 其实好像 听下来 这个是消费者委员会的 应该有一个责任 不是 这个事情就发生之后 警方现场这么处理了 但是现在这个消费者委员会 也 现在香港的消费会也很焦急啊 就说你知道香港要不说 我现在听到越来越多的声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慨 就说香港是不是要衰落了 就是说 这就是衰落的迹象 这样骗人 就是说 这个到香港的游客人数大幅下跌 零售业大幅下跌 酒店的房间住不满 房价大幅下跌 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系 但是其中有一些原因全体中国人都知道 对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性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对香港人家会值得没什么成见 是吧 这么多年 我永远跟香港人民站在一起的是吧 但是呢 我先说了这个前提 我再说 就是出了这个事情 我在北京听到这个事情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 我想起过去这个李敖有过一句名言 他说呀 就是在香港说的 他说这个台湾人傻 香港人坏 说大陆人呢 不可测 他跟记者说 当时他说这个话呀 头一句和第三句 我都是完全理解的 就是说 为什么说台湾人傻 为什么说大陆人不可测 但我当时唯一不太理解的 就是他为什么说香港人坏 就出了这个事 我想起来了 我就知道 当然就是个别吧 就说这个地方人 他能坏到什么程度 因为过去留给我印象的是 香港人明码标价 奉公守法 即便有些价钱上的出入 可以讲价 像什么深水部那些地方 你讲的很少 能讲10%就不错了 不会有那个蒙你一半 这是我过去留下的主要的印象 所以他们原来说香港人也坏 能坏到什么程度呢 哎呦 我就听了这两件事之后 我就看出来了 他还真的是能利用这个 不不不 香港这个坏是加引号 其实香港人就是小坏 在别的地方吃了大亏了 没办法 在这种地方死小坏 而且这种店啊 我就真的 你内地的游客 就是你那些闹市区 还就是尖沙嘴啊 铜锣湾啊 这种街边的那种店铺啊 尽量少去买东西 那现在你知道 开了一大堆的药房 其实什么药房 都是买奶粉的嘛 他们都是临时开出来 还有买电器啊 你千万别去那些小店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凡是店员主动出来 跟你兜售的 跟你介绍的 千万别买 不是过期的货 就是价钱不对头 他专法律的控制 他但是小奸小坏 不是你说 按说这个法过去说 法治比较严明的 这么一个地方啊 怎么能够那些店 能收人46万 我就说不管从法律 我就说你即便不怕犯法 你也太缺德了 你框人家 你你倒过来看 马上收你46万 卖的真货给你 在大陆可能卖假货给你 这你还帮他说话 就是 我不是帮他说话 你不要揍我 OK 我只是说 他那个还是卖真货 因为我意思是说 里面有个误解 什么误解 我不是说他没做坏事 我说在子东刚说的很重要 铜楼湾尖沙嘴 游客多的地方 OK 我在香港长大的 这一种类似的新闻 其实从70年代一直都有 每一次几乎都是循环 这种商店骗游客 然后甚至有时候本地人不知道 跑来要去买 然后警方揭露 那时候 后来有时候委会来揭露 都有 那现在游客越来越多 当然城镇比 游客多 那个骗子脑签就多了 那这个就按照法律的解决 所以我刚当然是用开玩笑的说法是说 我也是常说的 全世界包括我们去纽约 去纽约伦敦都有骗子 重点是说 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 大家会怎么样回应 警察会不会介入 你打官司有没有管道 媒体会不会报道 会被整个事情被压下来 这个方面香港还算好的 他能够对坏事做出一个文明的回应 真的让我担心是什么 这种事情慢慢慢慢渗透出 不仅是铜锣玩香港 舒展期间有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妻朋友来香港 我请他们吃饭 又是这样 我在他们看那个面前我买单 然后看账单 清楚 然后上海的夫妻朋友用那种眼光看 我好像是说 你怎么那么小气 副账就副账吧 还要看一下账单 有没有凑好 我告诉他们来香港 去任何地方 现在都要看账单 因为看到 我碰过好多次 他都给你加了一两道 你没有吃的菜 我说要价格给你提升 骗你的钱 因为这些才是最新的 根本的情况是 你中间如果取消了一道菜 对对 账单来的时候 通常是没取消 这是非常常见的 仅以我碰到的而论 我觉得我在欧洲和美国的很多的餐馆 包括商店里 我见到的那些人 我觉得都像高尚的人 那个服务员 可能我甚至跟他们说 我说他不太帮他老板挣钱 你知道他甚至能跟我說 就是我用过很多这个体会 他觉得 他说这个我觉得跟你不太合不太适合你 他会这样说 那真的是好人 你知道吗 但他要消费 在美国这个服务员 他小费赚得非常厉害 你不给小费 他马上脸色给你看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赚钱 香港 那个小费都扣在里面 所以他贪言小便宜 但真的是小便宜 但是就是这些店 因为他的店铺非常贵 他游客又集中 所以他们不搞一点额外的 我觉得他根本就维持不下去 作为 我觉得这样来说吧 作为顾客 不管你是大陆来的 日本来的 什么地方来的 你碰到这一类的店 你就避开 你去找大一点的店 另外从香港本身发展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要有共识 这害群之马呀 你骗了这点小钱 害了香港的旅游业的民生 香港旅游业 零售业又是香港经济的资助之一 这个时候政府要出手 你政府有些地方不出手 有些地方出手 你消费者委员会在这里 你要加大他的管理的力吗 什么19800这种事情 政府在旁边坐 坐闭上官 警察说这个是合法的 那我觉得政府就有错了 这个整个香港的 这个整 这个小商人骗钱 我觉得可以理解 政府不作为 不可原谅 我觉得 这个消费者委员会的态度 基本上就是说 说即便你这样 钻法律控制吧 你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在道德上也不可接受 不能仅仅是道德 同行之间 照应该就有 应该有这样的规定 就同样一个东西 你利润不能高于多少倍 这个应该有一个common sense 应该有行规 才比较安全 嘉惠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现在听到 能卖一千万一瓶 听到越来越多的这个话 就是说 我甚至觉得 香港是不是衰了 就是不是 就什么地方都有食运 对吗 每个城市都有 它好像生命嘛 有个cycle 有个循环 有个生死轮回 通常是因为其他城市 发展起来 对 一定是相对的关系 那所以这个 才是香港的种种的焦虑 那可是你要从一个角度看 对于部分的香港人来看 什么叫衰 什么叫好 好多香港人的说法是说 香港什么时候最好 2003 杀死非典的时候 为什么 整个经济不好 失业率高是对的 可是物价也低 整个生活的节奏也慢 你那时候真的可以 慢慢来谈一下其他的事情 享受一下 可能没有那么豪华的生活 那香港人 很好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 香港的生活最糟糕 是什么时候 每一次香港的流价 股市经济最暢旺的时候 那种生活气氛的奢侈 非常大家每天用 我们说与其撈饭 鱼翅来捞饭来吃 买东西 你买个什么漂亮的跑车 要排队买 要等两年等等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家会有体会 家会有体会 很惨的 我们很惨 这方面可能跟这个2003年 一些北京人的意见是一样的 不堵车了 他会 人们有时间在家里在一起 所以什么事情 有他的坏处 也有他的好处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 我最近这几天也是在 他们都在说 说香港零售业 各方面都在下降 好像这个市场就感觉 就衰了一样 可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我很自私的 很自私的 说是不对的 很自私的一个感觉 我就觉得 我越来越喜欢在这个城市了 甚至我就说 我就喜欢在那些 已过高峰 正在走下坡路的地方 这是我的一个独门之秘 你看 日子过得最舒服的 我跟你说 比如说广州 广州 我当年在广州住7年 正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当一个城市 广州和深圳 它发展到全国第一 就是它最牛的时候 我跟你说 一点味道都没有 烦死了 这个地方 乱七八糟 这个人欲哼流 你知道吗 这个豆腐的 乌烟瘴气的 沸腾的生活 街道混乱 你知道吗 但是它有活力 对吧 可是你看 当我来到台北 我就觉得 他过了那个亚洲四小龙的 那个阶段 实际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在衰落 可是这种衰落 跟我无关 对吧 你当你在这个地方生活 你就像我在香港 说实在的 我明显觉得最近大陆游客少了 街上安静了 我可以到一些巷子里去逛逛 到一些商店 这个吃饭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啊 你当你有 你要欣赏 你要会欣赏 这个衰落的美 一个曾经发达过 曾经第一的城市 当它慢慢往下走的时候啊 也许是它最妙的时候 你看现在广州 我的很多朋友觉得广州也很好 因为它不是那么 要当第一了 反而生活舒服了 海边残阳 对 夕阳无限好 他们爱听这个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给你们抛出一个观点啊 我首先要说这个观点啊 是绝对错误的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歧视 但是这是现在网上啊 很盛行的这么一种观点 我是说我是批判他 但是我抛出来让你们批判啊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啊 说你看这种西方人 英国人美国人 他们呢 是这个真的心里高尚 是道德的人 霍雷锋 对吧 说那香港人呢 他过去守法呀 他是殖民地 他是在英国人这个统治之下 就他的意思啊 他心里完全都是唯利是图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不就不尽善良的 但是呢 他是被被人管着 被这个强权管着 所以他老老实实 循规手续 他一到深圳 如果可以不排队 他比谁都不排队 就说那意思 他并没有骨子里的 真正的美好的德行 修养 他只是在殖民地期间 他不得不遵守别人的 法治环境 造成了这么一种 所谓的顺民 所以今天会有如此的表现 你们可以批判一下 这种观点吧 按你这个逻辑那中国的大陆的人呢 没有被殖民地过吧 那怎么呢 那是从来就没高尚过 我们一直都是 我们一直都是野生野蛮生长嘛 那可是倒过来说 我看到一个 注意到一个情况 好多内地的朋友 可能在内地啊 不排队等等 讲话出声出气的 来到香港 住了三个月 半年一年就好了 这完全会排队 会在我们一般所谓的文明 关系的期待上面 会玩这个游戏啊 所以我觉得 你刚说的那个观点 就好吧 他就这样认为吧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数据 没有任何的具体的例子 所以没有什么好反驳的 他说香港人一过了深圳那边 能不排队就不排队 well 可能有部分人是吧 可能 可是可能那部分人 根本也不是香港人 是新移民 最近几年才从大陆来 所以没 其实新移民 对 所以没得说的嘛 等于我们是说 有部分新移民 不表示全部 有部分香港人 不等于全部 可是反而是可以参考是说 有这种看法观点的人呢 只要看一下香港的马路就知道 OK 基本上呢 这是守规矩的 我经常也佩服自己 经常我跟朋友开车 我就说我很佩服自己 就是那个路啊 明明可以过的 我在台北 在内地啊 朋友们 不管读多小说的朋友们 在台北 都是乱冲乱过 就习惯了 那我们在香港 那种习惯是说 我觉得 没有必要吧 就算我排队 等15分钟就等吧 我乱过了之后 我回家 睡不着 我觉得那个反而是 可能因为以前管着 那个东西 放在我们心里 文化研究里面叫装置嘛 对吧 装置在我们心里 自己绑着自己 文明的训练 所以你看 文明的晶片 咱们公司这门口停车场 有时候我的车跟嘉辉停一块 嘉辉一来就说我 说你看 一看你这大陆人 你看我停的车 跟这个线都是平行的 你老是歪的 他占据了我的位置 对 对 这种有时候没有必要嘛 因为歪了 反正也没有 没有其他车停在那边 对 我们这是怪怪的 对 但是怎么也卖黑鬼油 卖一万九千八呢 我怎么知道 那店主是香港人 真会变乱 也是新移民嘛 可能是台湾来的嘛 对 坏蛋都在台湾 首先 你讲西方人 英美人 他如果有一些礼貌 什么什么 这些习惯 也不代表 他就是什么 道德高尚 这也 他最多 他可能有 他自己的宗教 另外他法治严密 但并不是说 他人就天生 会比别的民族 就是我觉得 这些前提都不可能 可能我是天生善良 我还真想不到 我认为啊 比如说一百九十八 他要卖你一千九百八 这是我理解的 可我认为他要卖你一万九千八 甚至四十六万 这是有点 我觉得这个心思啊 接近于诈骗犯 就是你就是这个心思太饿了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这种事情啊 我觉得就除了消费者委员会 警方以外 总归要有一个什么机制 所以我们现在的散播 wegen我们下期待